誰 我回來了 我希望你今天可以更創新 可以讓大家看來想想的改變 你可不可以別再照顧自己的身體 如果你的身體 並且關心你的人 會比你更加痛苦 你那樣順情快做啦 每年都順心參加六月二時 一直堅持到現在喔 心底說 快點讓你們發現這種事 我真的不知道我們到底在拜什麼啦 好嗎